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26日 禮拜日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有關跟進濫用公屋 據報多達25萬個公屋住戶 今個月月底前需要申報資產 暫時只收到2成7回應 處長有最新的跟進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據報在美呼有人上門開別人家的電子鎖 剛才那個住戶在家 突然發現家裡的電子鎖有人在開 認真得人害怕 衍生治安的疑魂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多達25萬位公屋住戶 今個月月底前要交申報資產 暫時只收到2成7 處長羅淑貝說 舉報比調查申報 成效更加好 報導幾內問題到 房屋處積極出招打擊濫用公屋 並在4月2日向25萬個公屋租戶派申報表 要求在5月底前加回申報表 若果有租戶 門部內地物業 將會被終止租約 房屋處處長羅淑貝 在今天5月26日在電台節目 表示 直至上星期只收到2成7的申報表 一共約摩是68000份申報 相信住戶在最後階段會申報 他透露在收回申報表當中 揭發有380戶是有本地物業的 就說有些有申報有些查到 需要收回單位 付戶的申報政策方面 羅淑貝說去年10月至今年年初 首階段有88000戶是住了超過2年 未滿10年的住戶都進行申報 當中有超過400戶自己交回單位 收回表格過後 亦再揭發有約莫380戶原來本身有樓 當中有些有作申報 有些就是對照土地註冊處過後揭露 政府鼓勵舉報濫用公屋 署長形容成效很高 就說由9月至今約莫收到12000份的舉報 當中發現190宗個案調查過後成功收回單位 而同期在婦戶申報所調查的約莫66000份申報 當中同樣是190宗 因此他認為相比自行申報 舉報的成效更為明顯 羅淑貝又說由去年10月開始至4月底 物館及保安公司分別成功舉報28宗和8宗個案 成功收回公屋後提供舉報的物館或保安公司 在下次投標可獲得加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多達25萬個公屋住戶收到新報表 月底就要交 還有約莫一個星期時間 不過暫時只有2成7人交表 不過我估計到最後限期之前應該都會交得七七八八 另外當中有透露有人交完表過後 再揭發多達380戶原來本地有物業 結果相關單位亦被收回 令B商舉報方面的數字挺驚人 由9月至今收到12000個舉報 當然當中有真有假還要調查 不過署長透露當中發現有190宗 是經舉報過後成功收回單位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 接下來雷厲風行 尤其是越來越多社會熱話 和公屋政策都有關 就以新何太 何八個案為例子 都是各界所關注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亦講和治安相關的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美夫有位港女在家裏 發現有人竟然想著開他家的電子鎖 開門就遇到陌生阿姨 網友齊齊討論原因 報導幾難民提到 事主日前在Facebook群組美夫表示 自己住在美夫新村一旗 有一天正想從家裏趕著上班之事 發現有個所謂阿姨嘗試打開他家的電子鎖 事主開頭起疑心 透過防盜眼 留意到是一名阿姨的鎖位 於是開門 問對方你為何要開我對門 對方聲稱 找錯呀 約了他做清潔 意思是阿姨本來去一個單位幫人做清潔 隨後阿姨就走了 事主質疑 清潔阿姨會開人的鎖嗎 同時見到對方持有本不記寶 不知有甚麼目的 提醒街坊無論真假 大家小心門戶 鐵文印尼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估計是上門服務的終點清潔姐姐 也說有可能是屋主把一次性的密碼給了終點姐姐 所以姐姐自己開門 也說阿姨第一次來到美孚新村找錯 清潔姐姐還是用寶仔來記下客人資料和工作時間 也有網友認為要小心遺想 就說應該要報警 也說前陣子也試過 聽到有人按我的電子鎖 但我不敢開門 第二天就打電話給管業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這位網友認為有點不妥 把整個經歷寫上網 不過網友估計清潔阿姨應該沒有心 估計真的上門做家務助理工作 可能是屋主給了密碼給他 上門自己按就可以自己入屋 不過估計按錯了市主那間屋的電子鎖 事件寫上網過後 也有人呼籲大家要小心點 因為有試過被陌生人搞自己家裡的電子鎖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澳洲駝鳥昨天在天所為的馬路狂奔 餘護署說經受醫檢查 這個疫苗有少少的表面擦傷 健康上可 同時來自港台的新聞報道 話說有一隻的疫苗早上被發現 在天所為出現 餘護署表示 經受醫初步檢查 發現那隻疫苗身上有少少的表面擦傷之外 健康情況上可 會跟進調查有關個案 以上來自Yahoo新聞 也是香港電台的新聞報道 這隻的澳洲駝鳥 疫苗大鬧天水圍 結果成為了昨天的熱話 餘護署說 獸醫經過檢查過後 見到他的健康上可 有少少擦傷 希望這隻的鳥盡快好 另一邊看看他的主人 或者隸屬哪個農莊 再作跟進 另外也提到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內地女子上身這樣穿 來到香港的迪士尼遊覽 開心所謂的被問霸禍 牽來爭議 霸起一句獲讚 報導的內文提到 出外旅遊要穿什麼衣著呢 有個內地女子在小紅書分享 她到香港迪士尼遊玩時的衣著 直指這樣穿 在香港迪士尼被問霸 網友看完過後 議論紛紛 人大讚美 也有網友批評 穿到這樣去迪士尼 也說自我感覺也太良好罷 也質疑什麼叫問霸 問霸是什麼意思 面對網友的指責 事主一句反駁 看不明白中文 都是多些讀書 有些人說 事主回應是獲得其他網友讚好 好看的自信大方時尚 也有網友說 最重要是自己穿得舒服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內地女子去到迪士尼打卡 拍了一輯相 放上網 結果惹來熱話 就說自己在香港迪士尼被問霸 不過網友問 什麼叫問霸 真的想不明白 於是留言側問這個內地女子 這個內地女子 很有自信心 就說看不明白中文 就讀多些書 去串回問她的人 當然 這個就是小紅書的熱話 雖然說怎樣穿是你的自由 但衍生熱話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 另外也提醒各位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港島區警方打擊非法電動車和單車為例 抓了一個人 發了20張傳票 報導機內文提到 話說警方在區內進行行動 打擊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和踩單車為例的事項 其間人員發現有一個38歲巴基斯坦裔的男子 在道路上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 於是將他拘捕 另外人員在區內的單車交通意外及為例黑點 一共發出了20張和單車為例事項有關的全票價 為例事項包括 車尾沒有裝上紅色的反光板 單車是沒有裝配警報中 以及沒有遵從交通標誌或道路標記的規定 以及沒有遵從交通燈的指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